第三十四集 沐欣平进了书房 先乖乖的向白氏祖行了礼 柔身笑道 表哥 您应该饿了吧 老夫人偷我给您送点心来了 您快尝尝 白氏祖一见沐欣平 就笑容满面 起身接过他手中的石盒 微笑道 有劳表妹了 我挣肚子饿 你就来了 真是犹如及时雨 沐欣平低头 微微的有一些羞奶 白氏祖这样目光温柔的看着他 让他也忍不住心如怒撞 不得不说 白氏祖是个美男子 白氏祖见他含羞戴气的样子 心头一热 恨不得不顾礼仪的揽他入怀 却碍于辟喜还在一旁 又怕疼突了家人 才忍下了这种冲动 将石盒打开 吃了一块杏仁酥 才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 沐欣平见他吃得高兴 便也不再打扰 自顾自地看起了书房里的摆设 那墙上挂着的画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兴致盎然地过去欣赏 白氏祖见状便问道 表妹也喜欢画 嗯 新年在家的时候 家父也爱收藏花 只是不如表哥这里的名贵 这幅画的意境真美 可谓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难得的佳作啊 沐欣平由衷地赞叹道 白氏祖一听 眼里的光彩更省了 心道 这表妹果然是个知书达理的 有秦操的家人 竟然还和自己这曲相投 能够如此懂画 真是难得 哈哈哈哈 表妹若喜欢 改日我送你几幅画 可好 白氏祖温柔的声音 简直可以挤出水来 沐欣平回头 言笑艳艳地看着他 摇头道 多谢表哥美意 不过如此好画 必定价值不菲 我怎可随意收下 若是表哥愿意 能让我欣赏一二 欣平 你是心满意足了 白氏祖听了这话 更觉得沐欣平 不贪慕虚荣 品性高尚 对他的喜爱有容貌 更深入到了那份新兴来 那好 我这里收藏了许多话 你若愿意 有时间就过来 愿意看多久 就看多久 白氏祖望着他 迟迟道 沐欣平健壮 脸上通红 经不住低下了头 却又似有留恋地 抬头看他 此番小女儿胶态 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白氏祖几乎 不能自欺 他抬眼看了一下 避兮 见他眼观鼻鼻 关心地立在一边 并不注意这边 又知白老夫人 并不反对自己 和沐欣平之事 便情不自禁地走过去 握住了沐欣平的小手 沐欣平紧张地退了一下 看了鼻息一眼 低声叫了一句 表哥 这种欲拒还淫的姿态 惹得白氏祖 一阵的心仰难耐 此时真是恨不得 用一切来换取美神的芳心 他暗暗地下了决心 他今晚 请安的时候 就去向母亲提 沐欣平的事情 虽然不能够取她为正妻 但是也可以给她 测试的名分 将来若能够生个一儿半女 就抬坐平妻 也不会委屈了她 正这样想着 却听得门外一阵喧哗 路氏的声音传了进来 带着十足的嚣张 罗管家 竟然敢拦着本夫人的路 罗管家似乎很为难 解释道 老爷交代了 不许人打扰 夫人 还是先等等 本农才去通报一声 哼 我要去见公爷 难道还需要人通传 这是什么时候定下的规矩 我当时听闻有人来 公爷就直接请进去了 莫不是我两个外人也不如了 路氏听了杜某某回去的描述 简直是要气出一口老血来 顿时就失去了理智 自己跑出来 一定要见到白氏族不可 罗管家知道 现在白氏族正在和沐欣平谈心 若是被夫人给撞见了 自然没趟好果子吃 也会惹得白氏族恼烫 所以怎么也不肯让路氏进去 便道 夫人 你还是饶了奴才 且不可闯进去 否则公爷怪罪小兰 奴才吃不了兜着走啊 路氏哪里肯听 怒声道 我不是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好好的为何要拦着我 罗管家见他说话越发难听起来 也慌了神 不知该如何解释 白氏族的心他最是了解 如果此时让路氏见到他和沐欣平在一起 必然足以打发 要闹一场的 可是不带路氏闯进去 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白氏族一脸不悦地看着路氏道 在外面大呼小叫的 成何体统 沐欣平提着石河站在后面 脸上还带着一些羞怯的红润 一看那模样就知道 刚刚在里面定然没有发生什么好事 路氏心里的火更是腾腾腾地往上冒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沐欣平 却也了解白氏族 不敢发作 只是柔声道 父亲 切实有事来看你 却被这奴菜篮在外面 是何道理啊 白氏族看了一眼罗管家 点点头 罗管家做的没错 是我让他不准随便放人进来的 你究竟有什么事 非得现在要见我 难道不知 我公物繁忙吗 路氏听了这话 觉得又生气又委屈 以往白氏族 可从来不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 必然是他现在心中有了沐欣平 才会这样对自己 便阴阳怪气道 夫君如此繁忙 怎的表小姐倒是在书房里陪伴 莫不是表小姐能为夫君分担事物 还是红袖天香 别有一番情趣呢 后面一句话 已经是赤裸裸的在打白氏族的脸了 沐欣平脸上一红 眼里边蓄起了泪水 一脸被羞辱的表情道 表嫂这话 真是让我羞愧难当 我不过是替婴母来送点心的 刚刚来了一会儿 怎的就是红袖天香了 您这样说 岂不是说我不知羞耻 我 我即使脸皮再红 也不能容人这样污蔑 说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用帕子揉着眼睛 那副梨花带雨 又胸又脑的样子 看得白氏族心疼不已 顿时怒红了眼睛 瞪着陆氏 呵斥道 你混说什么 有你这样对表妹说话的吗 人家到底是个未出阁的姑娘 你不是在败坏表妹的清誉吗 陆氏剑白氏族 竟然这样大声的呵斥自己 那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而且是为了这么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更是怒不可遏起来 也跟着大声嚷道 夫君 你好没道理 若不是你们二人有苟且 为何闭门在里面 还不让我进去 这种事情有眼睛的恐怕都能看出来 夫君又何必瞒我 我又不是个小戏眼的 男人三妻四妾本是平常 若是夫君喜欢 我就去回了老夫人 敬表小姐收房便是 陆氏真的是怒火攻心 一时脑热 竟然连白氏族的性情都忘了 他虽然的确如此想 但这还未明了的事情 就被陆氏这样明晃晃的嚷出来 还是当着几个下神的面 让他颜面和存 而且他心里是极重视沐昕平的感受 见他听了陆氏的话 眼泪掉得更凶了 对陆氏简直是恼恨到了极点 沐昕平不带白氏族说话 一脸羞愤的表情道 表嫂说这话 简直是要逼我去死 我何曾与表哥有苟且 我堂堂正中送点仙 碧玺也在这里 难不成老夫人会派碧玺姑娘来看戏不成 说什么收房的话 我又不是宁国公府的奴婢 羞辱人也不可以这样的 说着便樱樱的哭泣起来 公儿就要跑开 却一不小心绊倒了自己 眼看着就要摔倒了 白氏族恰好在前面 一把将他接住 揽入怀里 那软玉温香抱满怀的感觉 一时间令白氏族心神荡响了片刻 沐昕平挣扎着推开白氏族 恼恨得几乎要死的样子 表哥 我这是乌烟活下去了 我虽然家到中了 但到底是树香门帝出身 怎么能让人如此羞辱 我不是见我孤苦无依 所以都来欺我不成 沐昕平哭得那样伤心 仿佛将所有委屈都要倾泻出来 让白氏族看了 心都跟着看碎了 恨不得将他搂着好好的安慰一番 可是陆氏却还是不肯罢休 带着持足的嘲讽道 哼 假惺惺的做什么 一个姑娘家日日跑来书房送什么点心 这不明白这是要来吸引公爷 还敢说自己书香门帝出身 既然要做贱人 就别离牌坊啊 沐昕平听了这话 是真的羞愤欲死了 若是说刚刚那番座谈 还有演戏的成分 这下子可是真的让陆氏戳到痛处 不知哪来的力气 一把推开拉着他的白氏族 道 是可杀 不可辱 今日你字字珠心 便是要我的命 罢了 罢了 说着一头就要往墙上撞去 还好必须眼疾手快 在最后关头拉了他一半 卸了几分力 却还是没能阻止他撞到了墙 额头顿时破了皮 血流了出来 白氏族见了如此凶险的一幕 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一下冲过去将沐昕平抱住 见他额头一直出血 担忧地搭叫着 表妹 表妹 沐昕平睁开双眼 有些迷蒙 眼里饱含泪水 颤抖着嘴唇 虚弱道 表哥 还君明珠 双泪垂 恨不相逢 归家世 心平 只管与你相遇太晚 你不要怪表嫂 他也是太爱你才会如此 别让我死了以后 免得大家都难受 白氏族听了这话 心疼得直戳戳 眼泪都跟着落了下来 他眼睁睁地看着沐昕平 晕厥在自己怀里 痛心地大叫道 欣平 宾夕凑过去 探了一下沐昕平的鼻息 才松了一口气道 公爷放心 表小姐只是昏了过去 快些请大夫来吧 否则晚了 怕正确救不回来了 白氏族赶紧将沐昕平炮起来 送到了书房内 他平时里用来休息的软榻上 又捉罗管家去请大夫 交代清楚了 才转而对着陆氏一脸的恨意 我当你是个善良不亡的好妻子 却不曾想你这般心狠手辣 不仅要害我的锦儿 竟然还要逼死一个无辜的姑娘 你好狠毒的心哪 白氏族的怒意 简直是要吞没 眼前依旧不知悔改的陆氏 陆宁香看着他 不可置信的摇着头 夫妻 您怎能如此说我 夫妻十年 难道抵不过你与这个女人十多天吗 闭嘴 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夫妻十年 你何曾为我想过 你当着我的面忽辱心平 甚至要逼死他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真是自私自利心胸 狭窄到了极致 白氏族一心都想着 沐昕平晕倒之前说的那句话 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跟着脚疼了起来 陆氏眼泪模糊的看着白氏族 简直是有一些糊涂了 往日他只要说这样的话 白氏族必然会心生不忍 即便他犯了多大的错误 他都会原谅他 因为当年自己和他未婚便有了孩子 为了顾全他的名声 用了密钥才让产妻延后近两个月 那所冒的风险 让白氏族一辈子都对他心怀愧疚 可是今日 竟然为了这么一个不知所谓的女人 他竟然一再地骂自己 甚至说了这么决绝的话 陆氏摇着头心痛道 夫君 你怎能如此狠心绝情 我是你的妻子啊 难道就为了这个女人 所以你就要厌弃我了吗 我受伤我床 你都不来看我一眼 我来找你 你闭门不见 还与沐心平在书房里亲亲我我 你叫我情何以看 白氏族听他此事还继续污蔑沐心平 一想到沐心平就是因为这个要自杀 就恨以难平 若不是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 光凭着你意图害锦儿 就善渡成性 我就可以立刻休了你 陆氏倒吸一口冷气 没想到白氏族竟然起了羞妻的心思 他望着软榻上躺着的沐心平 恨不得上去将他掐死 杜嬷嬷悄然捏了一下陆氏的手 暗自提醒他千万要冷静 他在旁边看着真真切切 白氏族是对沐心平动了真情的 所以陆氏刚刚一番举动 已经触怒了他 而沐心平又是个极有手段的人 竟然以死相逼 让白氏族因此对陆氏更加恼恨 若此时陆氏继续说一些顶撞的话 必然会惹得白氏族真的厌弃他 继而做出羞妻的事情 也不是不可能 陆氏收到杜嬷嬷的暗示 猛然惊醒 意识到自己一时冲动下做了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 才柔和了声音 一下跪在地上 拉着白氏族的衣摆立眼婆娑 夫君 明相错了 求夫君原谅 我只是太在乎你 害怕你不要我 厌弃我 所以才被嫉妒冲昏了头脑 我绝对没有 碧死表小姐的想法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说着便气不沉生起来 那声泪俱下的样子 令白氏族也有几分动容 想想这十年来的点点滴滴 也觉得自己刚刚那些话太过绝情 刚想要安慰她一下 便听到白老夫人带着白木槿 一行人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大夫 白老夫人二话不说 就越过白氏族 走到沐欣平的身旁 对大夫道 赶紧给她看看 我可怜的孩子 怎么来送个点心 就成了这样 大夫不敢迟疑 赶紧为沐欣平把了脉 又处理了一下她额头的伤口 才叹了一口气 额上只是皮外伤 没什么大害 只是撞到了脑袋 也不知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白老夫人听了更加心痛了 央着大夫 您可千万给仔细看看 她可才十八岁呢 树花一样的年纪 怎么能够留下病根子呢 白木槿也赶紧凑过来 看着沐欣平的样子难过的 表姑妈 你可千万别出事 你这么好的人 一定会没事的 大夫又为沐欣平把了脉 沈后道 现在看脉下倒是没什么意义 只怕她醒来 若是一切都正常 将来就无外 再喝几副药就行了 好 那有劳大夫了 罗管家 你送送大夫 白老夫人吩咐道 接下来要说的话 可不适合外神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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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